所以所以這一種是屬於防禦心 防禦心 那麼這一種門大概各位也大概多少都有知道 為什麼要納兩顆 蛤 紅色的那個 對這兩顆做簡單導覽 這個門大概這樣 這個你們晚上睡覺的時候 把這個門戴上 戴上 那麼這兩個紅色的這四個 它的名字叫門鈴 鈴東西的鈴 它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是東北季風來的時候 東北季風很強 所以這個我們戴上 這個可以綁兩條繩子 這一根柱子 一根棍結擋著 第二個最重要的是 在哪裡 重要的是江南的門單護隊 江北的門單護隊 是在這個門檻這裡 一顆對一顆 兩顆對兩顆 三顆對三顆 那麼江南 因為大概在中國奉劫時代都是被統治 所以要看你的身分跟門單護隊 就看這個門鈴 如果一般庶民百姓 這個蕭角就是四邊 求的是四季平安 如果這個蕭角是六角形的 是三里人求的是六六大樹 那如果是一般的四身四毫 以前是買官 這個角就是八角 求的是什麼 八面龍 那麼這個叫門檻 那麼這個叫門檻 我們一般來講叫光耀門檻 就是這個叫門檻 這兩個葫蘆起的一意 就是五福離門 那這個叫門檻 所以我們以前小時候 如果要到家裡頭去求事情 或是說明 你以前忌諱就是 這樣爬過門檻 不能踩 這個情勢就不用說了 那麼這兩個 這個叫龍喉 這個工人都還有 以前這個島 以前這個島沒有這台水公司 他喝的是天水 所以在夏天的時候 我們這裡大概就放兩個鋼鳳 在嗅醉 在擠水 那以前舊社會時代 那個水擠完之後 喝起來那個水是甜的啦 現在喝了會死人 酸癮 酸癮沒有錯 那麼各位再轉過頭來 這個叫唐號 中國封建時代 我們現在各位姓什麼都不重要 重要的理由 正主貴重是以這個唐號 這個唐號說在中國各地 像我們這個 這個是河南城 河南 河南帆 河南 他是個水資堂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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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那時候的封建時代是 你這個朝戰 你將軍戰功標頂的時候 封城時所有子民都跟你同姓 換另一個皇帝 又換了將軍 又改权 又換了姓氏 所以我們華人在任中 任中塊就是以這個唐號 好 那麼各位你們在這條看的這個叫穿堂巷